歡迎大家回到我們今晚樂器迷的節目時間 今晚繼續有我們的節目主持阿軒 還有阿朗 剛才大家都聽到剛剛播放的這首 Straight Outer Compton 這首Straight Outer Compton 就是我們今晚會介紹的這部電影 Straight Outer Compton 就是這隊當上世紀80年代中組成的這隊 男子組合 我差點說樂隊 因為我習慣樂隊 但是你知道Rap的話 Rap好像不是叫樂隊 一群人多數叫組合 所以這隊叫NWA 為什麼叫NWA我後面會再解釋一下 其實我們本來打算播放另一首歌 這首歌叫Mut the Police 這首歌是更加出名的 這個Mut the Police 其實是在同一支碟裡面的 同一支碟 同一支碟裡面的 但是沒有說 因為 真的太不能播放了 完全不能播放 這首歌 就是剛剛我們播放的Straight Outer Compton 已經是比較可以 溫和一點的 大家如果細心一點 都能聽到某些字眼 對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找到那一支 F the Police 對 那一支 好啦 我們今晚的節目 可以選擇Rap的歌 當然也是 講 就是我們今晚的主題 就是Rap出我態度 當然就是講一些和Rap有關的電影 我們上星期講完搖滾 今晚就試講第二類型的音樂電影 今晚的第一部 也是這部 和這支碟同名的電影 就是這部 2015年 就是上年暑假的時候 美國上的這一部 也是和剛才那支碟同名 就是用那支碟名來做戲名 就是Straight Outer Compton 衝出康寶頓 那這一隊 NWA這個組合是什麼呢 就是剛剛也說了 就是86年組成 就有五位成員 就有這個 Ice Cube MC Ren ECE DJI YELLA 還有這個Dr.J 其實那時候來講 號稱是史上最危險的組合 其實是否真的最危險 我不知道 因為有另一隊都很出名 叫Public Enemy 那一隊呢 據聞都真的很危險 Public Enemy 他的名字都告訴你 他真的是 人民公敵 是啊 這一部電影 亦是講述這隊NWA的發展 成長的傳記 背景就是擺在80年代中的 加州康寶頓 那時候康寶頓是 可以說是全美國最危險的地方之一 為什麼呢 就因為這個犯罪、毒品和黑幫 在那時候康寶頓是橫行無忌的 偏偏這五個年輕人 就不向這些惡勢力低頭 就決定走在一起 他們五個就用這些Rap的音樂 來去宣洩對他們現在生活的地方 就是他們生活的環境的不滿 其實傳記片的形式 其實大多數都很類似 這一部當然也是不例外的 即是出道前 他們過了什麼生活 跟著他們在舞台上 逐點走向一個 不單是受歡迎那麼簡單 他們是真的走上一個頂峰 還有當年的這隊NWA 是相當受到很多的爭議 當然 因為他們那時候 這些曉舌 這些Rap的音樂 其實是未被大眾主流所接受 即是他們覺得這些說唱的歌 裡面的歌詞好像黑社會在說話 在說一些很黑幫的說話 所以 有很多主流 一些保守的人 一些公眾 都覺得這一隊是垃圾 拿來的 甚至乎當眾 買了他們的碟之後 是拿 什麼什麼 那些 推土機 用推土機 車爛了他們的碟 那時候 還有 這一隊 不單是在這一方面 是受到爭議 當然還有一件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他們的歌詞 剛才阿朗就說 我們出不了街的那一隻 MOTHER POLICE 其中一首 對 其中一首很出名的 MOTHER POLICE 就是那時候 NWA 因為 對這個 當年執法的警察 是非常之不滿的 黑警這個問題 在美國當年存在 在現在存在 在香港 都是一直存在的 所以我覺得 很有普及性 其實這個 topic 看的時候都有點共鳴 要說一件 先說回 剛剛有比較前設的 就是 NWA的意思 就是 你 跟態度 大家千萬不要 在街上對著黑人說 因為 是真的 冒犯得很厲害 這句話 是 這個N字 其實是 有一種 有趣的地方 就是 不是黑人的人說 其實是 不行的 但是黑人對著黑人說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 他們自己有識人 對他們自己說 是一種 就是清清道地 是一種 沒有問題的說法 但是如果白人對他們說 就很麻煩 整件事 所以大家千萬會亂學 這句話 然後 剛剛也說 這個 他們是有態度的黑人 有尊嚴的黑人 但是你想想 那時候的 LAPD 就是 洛城 警方 真的 見人就拘捕 那時候 只要 要滿足兩個條件 抓人 那時候 你是黑人 和你在街上 那你就真的 很大機會 只要你滿足這兩個條件 那你真的 無論你是做的 多正當 你可能是放學 回家 你也有機會 是無端的中途的時候 是被警察 踏的 大家看到這張圖 其實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 你會看到那個警察 其實是一個黑人 是 但是那個黑人的警察 他 黑自己黑人 黑自己黑人 這個是一個很諷刺的地方 所以也是 對於這幾個年輕人來說 就是覺得他們 生活在這個地方 是沒有尊嚴的 他們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對待 所以呢 搞這一隊NWA這個組合 其實是 想用他們自己的方式 來去 用一些 相對來說 叫和平和非暴力的方法 來去反抗 就是宣洩他們現在 對警察的不滿 那當然 就是說唱歌這件事 本身是很和平的 但是其實 你歌詞裡面 就真的很暴力 對 沒錯 然後 後半段 也很順利成章地 講一隊組合的 起 當然也有跌的了 所以 因為一些內部糾紛 還有一些 經理人從中挑撥 所以也是令到這一隊組合 到了後來 也是 有一個決裂的情況 是 那 都決裂了之後 其實就 我覺得你可以繼續說下去 這個 其實本身是打算埋回班 但是想不到 到後來 其中一個成員 ECE 因為 又感染了愛滋病 所以 這個也是令到他們 即是 回不了後 是 這隊已經是 因為 因為 ECE 是這一隊 其中一個骨幹 非常之重要的一隊 骨幹的成員 所以 這一個 NWA 好像一直都沒有 回到一起 其實不是的 在去年 如果沒有記錯 的音樂節 美國大型的音樂節 NWA是有出來的 Cochella音樂節 分兩個禮拜 每個禮拜都是三天 第一個禮拜是有Dr.J 第二個禮拜是沒有Dr.J 如果沒有記錯 還是調轉了 我忘記了 因為Dr.J 他已經是 可以說現在是風生水氣 哦 他一直都很好 他應該算得上 如果是一個 曉舌樂界的人 應該是最賺錢的人 最賺錢 我不肯定是他還是Puff Daddy 但是他一定是賺錢之中 最賺錢的頭 大家想想他 他不只是出碟 大家有沒有看到 B字頭的耳機牌子 被某生果收購了 是啊 這件事是豬龍蠟水 他真的很懂得做生意 我經常都覺得多多醜 是一個 我覺得這部電影 Straight Out of Compton 是一部很豐富的電影 其實他除了說 大家經常聽到一些黑頂的問題 多年的社會問題 那其實最重要 我覺得看一個兄弟 那些 因為一些事情去爭辯 最後想在一起 然後 想不到有些事情發生 令到他們不能在一起 這種是 那種兄弟情 裡面 那個感受挺深的 不過呢 你說這套東西很豐富 其實我覺得 都豐富在於 就是因為 這部電影有很多 當時美國社會的一些寫照 是啊 那例如 剛才說的一些街頭暴力 犯罪 黑警問題之外 其實還有 ECE 就是因為感染了愛滋病 就死了 那其實呢 在這個80年代尾 80年代尾 90年代頭 那些人還不是很有意識 去防發外資 安全的 一些安全的性行為 是啊 所以 其實都比較容易感染外資 其實這一點 都是 剛剛都說的 就是 都幾豐富一些的細節 那當然 那這隊 黑人組合的 發展師 其實都 對我來說 其實都 對我來說 他中段 大家分拆了出來 然後 Ice Cube 他分拆了出來的時候 他自己弄得很棒 然後呢 自己出了一隻 然後呢 大家在互相用rap 好像一個rap battle 那樣 在互相用歌詞的攻擊 我覺得這段其實是很棒的 這個是一個挺有趣的 這件事有趣 我會覺得 就是大家會 大家小器 就不是出來 只抽 不是只抽 我們是用歌 來 來罵你的 這個 這個是不是都是黑人的文化 其實 我不會說是一個黑人的文化 但會是一個rap的文化 因為 例如你看到 在一套戲裡面 其實也有說 經理人看到對方 用這樣的歌詞 去中傷的時候 他很激動 經理人很激動 經理人就說 不行 我們要告他誹謗什麼 但是呢 NWA他們內部 都說 你沒有發聲 你的經理人沒有發聲 我們rap的東西 我們自己的東西 我們兄弟的東西 會解決 對 rap的人用rap的方法解決 對 其實 我們之後講的一套戲 其實都會看到 裡面有一種文化 就是rap battle rap battle 其實都是一種 大家互相攻擊 雖然是有少少是 銀耳的東西 在裡面 但會 整件事是很和平的 總之就是 下台又沒什麼事 下台又沒什麼事 但是 隔了一段時間 你看到他們又會 大家一起聊 是的 這個其實都是黑人 其中一個很獨有的一種 兄弟情義的一種表達方式 就是剛才都說 N字頭那個 不可以說的字 那個詞彙 就是 就是說 你外人說是不行的 是的 對 對 你自己人和黑人說的話 其實是以話為很多 對 甚至他們很喜歡 就是有些鯉魚 就是 買什麼 買Nigger 這些 是很常見的一些用字 其實 大家是兄弟 是的 還有 這部戲裡面 也說的就是 有些友情 這件事可能 這輩子可能只有一次機會 沒有的話 有些事情可能是追悖莫及的 有些事情 對 還有我覺得有一件事 挺值得欣賞的 就是這隊是很勇敢的一隊 一隊很勇敢的組合 他們是永遠不會妥協的 警察叫他們 你在這個演唱會 千萬不要唱這首歌 不要唱FBI FBI叫他們 你不要唱這首歌 你千萬不要AFT 警察 我們真的敢抓 誰不知真的可以在Live 他們叫全場一起舉起 中指 之後一次去唱 是 那一刻是 你看戲也會感受 這一種 這一種 也是一種 不畏強權的態度 對 你不要以為 闊袍大袖 那個樣子 是穿著大袖 好像一班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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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 也不敢用肚子 這個詞彙 但是 難答答的樣子 但是問題是 但是 最重要的是 他們是會 很有態度 非常之 是 一對 不會在現在的一些 不滿的環境 屈服 最重要的是 你看看現在 香港某些歌手 已經是 已經是 很害怕我兒子姓梁那個 哈哈 是 還有 如果大家都想聽一下 黑人 算不算是 其實不算始祖 不算 他們算不算始祖 不算 如果沒有記錯 RUNDMC 是最多的 哦 OK 那 還有 如果你說是 Gangster Rap 他們算是始祖 Gangster Rap 是他們開的 Gangster Rap Gangster Rap 他很久沒有出點 沒有作曲 但是 他特地為這部電影作了一首歌 叫做 Talking to my diary 其實這首歌是 一個 一個黑人 他自己一個人坐在這裡 寫日記的時候 在那裡 在那裡 反映自己整個人生做了什麼 那些 然後在那裡看回 以前自己是怎樣 大家也可以 可以在天上看到我 大家也可以 挺感動的一首歌 其實大家也可以看到 這個CD cover 裡面 那一塊 字母牌上面 是寫著 是Compton 他們出生的地方 是 他們從那裡來 這個 也是一個 亡本的 體驗來 好 大家欣賞一下這首歌 我們回來 講第二部電影 好 歡迎大家回來 第二支樂器迷的時間 我們剛才播放的 Dr. Dre 親自操刀的這首 Talking to my Viory 是的 Dr. Dre 其實他是一個很厲害的製作人 是的 旗下這個Artemap 裡面所有的 就是Artemap裡面 全部都是Rap的藝人 即是這間唱片公司 所有 這間公司 只是做Rap的音樂 沒錯 OK 旗下藝人 旗下藝人 如果大家有留意近 五旗紅紅的 Kendrick 那媽 還有這位 我們接下來講的這套戲 會介紹到的 是的 就是這個八里公路 的男主角 如果說起Rap Hip Hop的音樂 就不可能不認識的 這一位就是 M&M 這位 M&M 這部八里公路 也是他第一次擔正做主角的電影 當然 有沒有自轉成文 就後面再講 這一部 M&M 自己演出一個 叫Jimmy的青年 出身於美國的 汽車重鎮 底特律 這個Jimmy 每個星期的周末 都會參加一間 叫做 Shelter 的Club 這間Shelter 的Club 每個星期周末 亦都會搞一次 一個 剛才 我們第一節 在Straight Outer Compton 都有講的 一種 Rap的文化 就是 一對一的Rap Battle 這間Club 就會搞這些 Rap Battle 那時候的 Rap的音樂界 其實 絕大多數 都是由黑人主導的 其實到現在也是 現在其實也是 近期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例子 就是有一個Indie 有一個Indie的白人rapper 曾經紅了一段時間 就是Marcomo And Ryan Lewis Marcomo 你說 但他是完全獨立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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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其實到現在 Rap的業界 都還是 黑人 多數都是黑人主導的 所以 也會有一種 先入為主的 就是 Rap 就等於黑人音樂 其實很多時候 都會給人一種感覺 是 所以 Jimmy 可以說是 萬六從中 一點紅 但是 每一晚 每個禮拜 他去到這個 shelter 玩battle 上台 開頭 都可以說是 每一次都是 但是 誰知 都是會被人 SM得很慘 最後都是 就是因為自己會 卡嘴 而且 也因為 Jimmy 他自己 是因為他是一個 白人的身份 所以 是會比台下的黑人 是笑得更厲害 其實是 所以 但是 Jimmy 其實每個禮拜 他都是 他是一個 在一間 車廠裡面 做一個 低技術的勞工 但是 他在公餘時間 也是會 嘗試 去 給自己去做 來近 這個禮拜 將會有的 Rap battle 準備 所以 其實 都算是一個 挺努力的 年輕人 但是 其實 每個出身背景 很複雜 年輕人 都是有一個 不是很像樣的 媽媽 都是 還有一班 跟他混混樂樂的 一班 朋友 可以說 所以 其實 Jimmy 這個角色 其實是 一個年輕人 但是很多生活壓力 都是 放在他身上 可以說 所以 其實 Jimmy 就是想透過 Rap 比賽 令自己 得到一個 被認同的機會 所以 其實 有人說 這部電影 是 M&M 他自己 有半自傳式 成分的電影 如果有看過 M&M 私人生活的一些故事 其實 不難找到 少少端藝的成分 在裡面 雖然看的男主角 是 M&M 但是看的時候 一直想著另一個人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 香港 有一個 曾幾何時都幾出名的Rapper 叫 MC Jin 你有沒有想說 歐陽正 對 歐陽正 歐陽正很出名 不是每個人都聽過 因為 他在外國 Rap battle 是很厲害的 特別是 他以一個王種人的身份 你想想 黑人的 既有 既有Rap的認識 都是黑人主導 剛才也說 就是 有一個M&M 和剛才你說的 Marco Moore 已經是一個少數 黃種人 更加少數 終於是英文 這樣說出來 因為 歐陽正 也是在外國大的 他自己 在美國大的 當時看的時候 一直想著他的故事 因為他本身 在美國 都 可以說是有些 惹惹惹惹的 以我所知 然後 雖然 Rap battle 紅了 在Rap battle 跟M&M在電影裡的經歷都差不多 被人攻擊他的 本身 他人種的身份 他的身世 他的經歷 他的經歷 都經歷過很多這些事情 他在Rap battle 贏了之後 他來了香港 但他來了香港之後 一直都紅不起的 就算有料 他都紅不起的 然後他其實都可以說 有一點心灰意難 我看到 其實 可能在外國發展 有可能 是有機會 不清楚 因為 有時候 鬼佬是有一點 聶奇心態 會覺得 為什麼一個黃種人 會Rap得這麼好 但 M&CG 始終決定回到香港 就 Rap的文化 因為Rap的文化 始終在香港 不算很流行 不算很流行 很小眾 其實都算是小眾 所以 沒有硬化 講回這部 M&M 即是半自傳的成份 例如 一些關於母親的情節 就是因為 他以前的童年 都 其實過得不愉快 跟他媽媽的關係 都是 還有 但是 他媽媽還有一個 即是 講一部戲裡面 Jimmy的媽媽 有一個 同母義父的妹妹 是 他是很疼她的 挺有趣的 就是 M&M的女兒 其實是很疼孔的 M&M的女兒 大家如果想知道 她怎麼疼孔的女兒 可以聽到有首歌 叫Mockingbird 是 那首歌是送給女兒的 是 這個真的是一個 超級 二十四孝爸爸 來的 所以其實 你用得M&M的話 其實我相信 導演和編劇 亦都是 都很不自覺地 將一些 跟他有關的人生 亦都一拼寫進去 其實 就是說 不少的一些青年 都可能是 經歷過一些 很... 跟他 M&M差不多的一些 階段 就是 人生是 一個很棘的 時段 其實有一個階段 是會 不知道可以怎樣走出去 對世界 對身邊的一切 都可能有些不滿 但是 這部戲裡面 主題曲 都說 如果手上給你一個機會 你會抓緊他 還是 寧願 繼續怨天猶人 讓他流走 這也是這部戲裡面 想說的 終止 再拉遠一點 講局背景的問題 大家可以認識一下 美國的一些Rap的文化 我不是知道得很細節 但是基本上 如果大家要研究的話 美國Rap最重要是三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 剛才第一部戲裡面 Compton 康普頓 康普頓 第二就是這部戲裡面的 Detroit 抵特律 313 也是其中一個重贈 還有一個其實就是 紐約 紐約其實就是 例如 如果沒有記錯是JC 那些 Puff Daddy 那些大粒 那些 大家可以上網找一下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話 最重要是這三個地方 這件事情很有趣 你說這三個地方 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 犯罪率都不低 其實這些地方 對 其實特別是紐約 它是集中在布布林那邊 對 皇后區那些地方 比較嚴重一點 有犯罪率 對 布林 布洛克林 黃后區那些 都是 比較多一些 Rap的文化 由底到挖上來的地方 嗯嗯 這些文化的地方 都值得參考 看這些電影 還有呢 因為 小弟看這部戲的時候 其實剛巧是 剛剛考完會考 在明珠台看的 就是 都可以說是 應該剪很多 剪了不少東西 後來再看其實是剪了不少 對 對於 情緒上的理解 大概不難理解 但是 都起碼 如果大家 青少年 青年人 對於 前路有少少 不太 清楚的話 其實有時候看這部電影 我覺得是 可以嘗試一下 有沒有 啟發到你們去找 身邊 一些 另辟稽勁的方法 是 所以 今次呢 介紹完這一部 百里公路之後 我們就 去這一部電影 M&M親自寫的 原創的歌曲 還有呢 當時 真的拿了奧斯卡 最佳原創歌曲 但是 很有趣的一點就是 M&M當年 是沒有去獲獎的 是 因為我覺得呢 奧斯卡第一次 頒給一首歌 是關於 就是 頒給一首rap hip hop的歌 是很奇怪的事 他覺得是 其實又不是很怪雞 最緊要是 這首歌好聽 但是 那時候有沒有出席 所以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這首 這麼正的歌 大家可以撿一下歌詞 其實都很有免禮的作用 好 歡迎回來我們今晚 最後一節樂器迷的時間 我們 剛才這兩節 都在說 美國的 rap的組合 還有 M&M 這麼世界之名的 rap的歌手 我們 最後一節 其實 講到rap 真的沒有什麼 可能不講一對 這麼出名的一對 我們要講一些本土的東西 這一對本土的東西 其實 我想沒有人不認識的 這對本土的東西 就算沒聽過他的歌 也會聽過他的名字 對 講的是 LMF LMF 其實那個名字 可以說是 我自己個人覺得 多年我覺得 跟NWA 是同出一切的 對 Lazy Mother 大家 有興趣是很容易找的 對 自己去研究一下 LMF 這個名字 由來就是這樣 嗯 對 相信沒有什麼 尤其是我們這90口 應該都 超過一半 會聽過LMF這個名字 其實 他們是99年出道 自99年出道以來 這一對LMF 可以說是 是非不斷的 當然 最主要的評擊 就是LMF那四個字 就是唱粗口歌 嗯 我覺得 其實很多 外面 這些主流的媒體 都是 和家長 都是 用這四個字 來 跟他們冠名 其實是 跟我們 一開始說的 這個NWA 可以說是 都是同出一切的 對 也很像 但是 唱粗口歌 是不是就等於低俗呢 和 其實 當年 因為 Fox 這個很出名 因為那時候 這個語言 Search LMF的歌 是不知為什麼 會走出一大堆 改了的 色色歌 是會 其實都不是LMF 唱的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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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LMF的名字 最上是那些咸濕歌 因為那次資訊仍未像今天那麼發達 所以都給了很多人錯覺 LMF不單止只是唱粗口歌 還會唱咸濕歌 但其實不是 其實是另外一隊東西 但我覺得是被人冤枉的 所以 總之LMF 這部電影叫大理 大理這部紀錄片 就是講述這隊LMF 每位成員的故事 他們由獨立樂隊 由Dark Entry 如果沒有記載你那時候 由Dark Entry開始表演起 Dark Entry就是一些地下樂隊 獨立樂隊表演的場合 現在的Hidden Agenda 沒錯 由Dark Entry 一直做上去 他們曾經真的拿過 90377的最佳組合金獎 真的上到主流的舞台 是很少有的一件事 在香港這個樂壇來說 可以說是一個奇霸 是 因為香港做獨立 是很難做得上去 但他們居然都可以上到這個地步 我都覺得是一個 香港樂壇傳奇 我覺得應該值得這樣稱呼 這一部紀錄片 當然不單止是他們 講他們自己的背景 還有他們對於當時的 一些香港的社會 一些的看法和一些意見 還有最重要的是 對於流行文化和傳媒風氣的評擊 其實可以說是很體無原夫地說的 還有最重要的是 既然LMF是唱得粗口歌的話 這部紀錄片 也自然不會對觀眾客氣 雖然LMF一直都被不少 一些保守的業界人士評擊 但對於我們這些年輕一代 即是當時的年輕一代 LMF其實是代表了 他們這一代人是發聲的 其實是 LMF其實他的 這部電影裡面 其實說了很多 關於當時 甚至是大陸現在 都合用的一些社會環境 一些事物 他的歌詞其實也是這樣的 他在這部紀錄片裡面也有說 他的歌裡面有粗口 其實他不是說粗口 他是真的有原因 才會說粗口 說真的 我不會突然問候你 是吧 是吧 我不會這樣 就是他們也不會這樣 就是 真的有文化的人 是不會這麼 無理由地說這什麼 是啊 還有他們是 例如看到社會不公義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 他對一些流行文化 他不滿意的東西 所以你會看到有 例如他們有首歌叫做 那首歌其實是關於一些 傳媒風氣的 另外有首歌叫做 Water Mud 那首歌是批評政府的 例如 其實呢 他們 其實解散了 但他們大概7年前 2009年的時候 他們曾經是 走在一起 出過一首 叫做掌緊中指的這首歌 也是在抨擊政府 那個時候是 再新一點 有首歌也是 有首歌叫做 河超 也是 批評政府 那些 其實 要看到 這群組合 這群人 你看看 好像 整身都是紋身 爛爛爛的 但是他們也是 對於社會的現況是非常關心 還有他們是很有心有力去做 他們想做藝術的 一份子來 其實是 LMF 其實 現在他們 可以說 算是半重組的狀態 當然LMF 他們有換過很多人 但是 即是 核心那幾個成員 例如 Calvin Boy MC人 那些 仍然都在 總之 是 時機適合的話 他們就會走在一起 其實這兩年 都偶爾出來表演一下 在8月的時候 有一個 本地的音樂節 WOW & FUTTER 裡面他們做Headline 另外他們 也有一些 本地自己的 巡演唱會 之前好像 我忘記是不是 麥花神 總之有開過 今年 今年 好像是麥花神 我買不到票 我是 買不到 我是買不到票 我沒有買 我只是在WOW & FUTTER 下大雨那天 好沒人 其實那時候 不單止是家長 其實是連傳媒 也有份 在這隊 出位組合 身上 是加鹽又加醋 子媒 不在話下 他們都說過 一些子媒是不知所謂的 你想想這部戲 是2002年的時候 已經是說子媒 狗仔隊 已經做得很不知所謂 但是如果今天 聽到 經常都是這樣 仍然都是沒有改變過 有很多事情都是 還有呢 有一個段落 後半部 有一個段落 我覺得是看得很爽的 就是 他們是 罵大台 是 怎樣評估大台的 怎樣殘跡 怎樣消費 怎樣 令到娛樂圈這個行業 是慢慢走到一個腐敗的狀況 是帶頭分子 這個大台 他們都這樣說 還有呢 那時候 駐音阿華 說過 整個大台 只有新聞節目 是可以看的 但是如果今天 問回阿華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相同的答案 我不相信 可能已經有些不同的意見了 因為這部電影都十幾年前 大家的樣子 心境都已經不同了 應該已經是 所以 其實看回這部電影的話 你會覺得 很多社會的議題 是 到今時今日 還是很有共鳴的 其實 所以 其實這部大理 不僅僅說 LMF的成長故事 也是他們 對於現在香港的一些現狀 即不是那時候的現狀 而現在的現狀 其實也是很適用的 其實也是 是啊 現在 那麼多位成員 都 可以說 各有 各有的前套 對 雖然解散了 但是他們也有自己的發展 是啊 例如 MC仁呢 其實是一個 製作者 不僅是製作者 他甚至 動畫也有做的 是嗎 動畫也有做的 對 但是 就我所知 他也是有他 屬於自己出的 潮流品牌 是啊 是啊 所以 MC仁應該是這麼多個最成功 是吧 大家可能認識得比較多的 會是Calvin Boy 反而 Calvin Boy就是打鼓那個 嗯 他其實是 在Now 之前有一個節目 是旅遊節目 說他去台灣 試一些狗不搭法 那些刺激的東西 專門玩刺激的東西 然後他在YouTube之前有一個台 叫做玩爆你的神 也有些名氣 他也是做一些很刺激的行為 玩爆你的神 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 還有 DJ Tommy 其實 離開了這個MF 也是曾經跟陳管熙開一間 叫做CMD的唱片公司 但是已經沒有做了 還有部分成員 LMF解散之後 另外再做了一隊叫24味的組合 但是24味就好像 不太多都是 好像在我的形象中 OK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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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 當年一班 在電影中 很大膽地說自己吸毒的經歷 的年輕人 其實這個段 我都要 我漏了 不好意思 其實他講 因為其實LMF 也有些新聞說他們吸毒 有吸毒的經歷 其實有部分成員 也承認是 直應不諱 對 我覺得這段很大膽 很大膽 真的毀滅自己 如果讓現在的藝人 沒有一個夠膽這樣承認 是啊 立刻否認 每個人都立刻出來道歉 尤其是那個 怕自己的兒子生出來姓梁 那個人還敢說 還敢說 還敢說 那個人 真的很有趣 但是 也都是他們自己 獨有一份態度 所以 其實今晚 講的這三部 關於Rap的電影 其實 這班組合 和歌手 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 對現今的社會 是 不輕易那麼屈服 也都是不會 也都是會 用他們自己的方法 去反抗現在這個 那麼腐敗的社會 對 中西也是這樣 其實 在大陸裏 也開始有一些Rap 開始出現 就是 跟這些題目有關 是啊 我聽到龍膽子 那一隊是北京的Rap 那一隊都很地下 其實 有點像LMF 老實說 是嗎 大陸版的LMF 大陸版 他的歌詞 大膽沒有這些大膽 始終在某個強大 大政權的底下 他真的大膽也有限 但是 在大陸來說 算是有些膽量的 肯寫這些東西的話 好 那這個 有機會都欣賞一下 也都希望大家有興趣 找一下這幾部電影 嘗試看看 一些 如果對於一些不公平的事 可以 怎樣去 令到 令到自己 有一個 宣洩的出口 亦都是 幫助找一個 另辟稽勁的方法 其實都是 好了 今晚的節目時間 講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 還有 不夠兩個星期 又來到我們 這獨男 一年一度 最 烤頭的 節日 就是這個聖誕節 但是這個聖誕節 你不說我以為下個星期 是情人節 哈哈哈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聖誕和情人 真的沒什麼分別 對我們這獨男來說 都是極型來的 對於我們這獨男來說 所以 下個星期 我們會講一些 另類小的聖誕電影 有幾另類呢 第一 我們先會講 一部非常出美的聖誕電影 以前 我想是五六年前 每一年的聖誕 明珠台一定會播 這部就是 苦膽龍威 第一套 苦膽龍威 然後就是 天布頓監製 的 《怪凍城之夜》 這套 其實真的 我會覺得 是聖誕節電影 最瘋的那一套 OK 還有這一部 《It's a wonderful life》 是一部 舊一點 一九四幾年的 舊片來的 還有 就是 現在上映的 這個 《今過聖誕無銀容》 沒有 什麼 不是 對的 這個名字是 《今過聖誕無銀容》 是銀 金字編 金字編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 下星期 準時收聽 內謎的節目 好了 最後 我們就 剛剛說的 LMF LMF最出名的 就是 大懶堂 其中一首最出名 也是 也是最出名 這首應該是《Talk 1》最出名 怎麼提 就是 大懶堂 很罕有的 這首歌是 零粗口 對 完全零粗口 其實不是罕有的 他們很多歌都沒有粗口 對 好像說 他們有一些粗口的歌 是因為為了要出到碟 是特意和派台上電台 所以 就要剪一個 乾淨版的 好像有很多歌 這首歌其實 沒有粗口 但是是一種 生活態度 挺有趣 大家如果 聽完之後 可以對著你老闆 去唱這首歌 哈哈 希望你後日之後 還在公司 好了 今晚節目時間 來到這裡 各位觀眾晚安 拜拜 好